Hello 大家好 莎姐 現在4點52分 差不多5點鐘了 當然還未睡覺 莎姐是貪玩 夜鬼 所以我的同事經常都說 你不如找一份兼職 做保安晚上那間 反正你也不睡 賺多個錢 嚴重考慮一下 嚴重考慮一下 但是今天聽了一些很不開心的事情 阿翠翠就告訴我 不好意思 星期四才是從洋 不是星期五 我就被人叩叩叩叩叩叩 開心了 沒幾個小時就已經清醒 我是深信星期五是從洋來的 我是深信不疑的 所以我就是想著 我明天不用上班 星期三如果打風八號風球就不用上班 星期四又不用上班 如果星期五也是從洋 我就要連放了 這樣就沒辦法了 我都應該不會睡著了 因為現在5點鐘 過多3個小時 不用3個小時就為了看開 我就下去買的 趁現在沒什麼雨 但是風很大了 我這邊清衣已經是噴噴聲的 所以趁沒什麼大雨的時候 就趕快去進入貨 所以我現在家的貨都不是很多的 勉強都夠維生的 如果你肯一天三餐都吃雞蛋的 一定夠的 但是我不需要的 那等一會就下去買吧 因為如果今晚 星期二晚才掛正8號的 你星期三那天的食物也是要的 那今天就聽了肥仔傑說 蕭若元被人欺騙 那我就在想 究竟 他就很開心了 覺得 抵他死了 我就在想 肥仔傑究竟是蕭若元被人欺騙 還是你被人欺騙 是蕭若元傻仔 還是你是傻仔 你相信他被人欺騙 因為他可能不屬於我們這一行 財務、會計這一行 那他的意思就是說 蕭若元就跟一間公司交易 就說買他的股票 就經另外一個agent 那樣 就給了錢的agent 就買了一些股票 那那個agent就納了他的錢 就用的時間測 就去沽空 就賺了一顆 然後最後 就說 我不跟你搞了 我給你一些股票 那 蕭若元就覺得 怕死了 因為一沽空的時候 怕死了 就去斬倉 虧了二、三百顆 那 肥仔傑就說 抵他死一虧 其實我告訴你 但是 在我們這一行很常見的 這種狀況 那當然是 騙案 都是騙案 但是 很常見的 是他不知道的 而且 有一件事情 我就告訴他 蕭若元虧錢 都要跟你說 你覺得蕭若元是傻姐這麼誠實 特朗普都拿起肚皮給大家看 咦 我是這樣的 當然不是 你不要忘記 他做財仔的 他財仔的數目 是難過你 我告訴你 財仔的數目 差不多跟銀行按揭樓宇那些 的難度是一樣 或者是更高的 他怎麼會不會計這些數目 你說那個agent是騙他 你怎麼知道那個agent 不是和蕭若元同一夥呢 如果不是他 不然他自己虧了 要告訴你 有空沒有事 還告訴你 讓你這幫人 恥笑他 還是他想眾籌呢 大家要想這件事情 因為在我們財務界來說 這種手法是很普遍的 其實因為這種騙案的手法 是很普遍的 我們也知道 正如肥仔傑說 一般 真是做finance 那些 真是被騙了 其實他用了你的錢 他賺了一堆水 然後就給你一些股票 其實你基本上是沒有虧的 就算價位跌 你都沒事的 你一天不斬倉 因為你是用真金白銀買的股票 你一天不斬倉 你都不是叫虧的 即是等於你買了一些日圓 你高價買了一些日圓 即是七三買了一些日圓 現在六九 你一天不放 你還是有日圓 如果我買一隻股票 它本身是五元的 我買了六元 入了 或者我五個半入了 它一跌到三元 我一天不放 我都不是叫虧的 如果那些是我的多餘錢 是沒有問題的 那它怎麼跟你說 問題就是 你肯不肯定 你肯定消略完所有的錢 都在身家清白 就算你說 Youtube的錢算不到 但Youtube它會給你一張 東西 它會告訴你 在你的網上 你可以看到它的收益是多少 你哪一條片賺多少 其實你是看到的 那你怎麼知道 有些秘密 桌底的錢呢 你要知道 現在台灣的形勢 台灣省的形勢 被解放 回歸回祖國的時候 就不遠了 到時你覺得 我們會不會抓蕭若元回來呢 他犯了國安法很久了 你要知道 到時他的錢 是不是會被人抄交 那如果我今天告訴你 我虧了三百粒 那這三百粒 就不會被人抄交 那這三百粒 就可能 經過這個秘密agent 去了外地 或者去了外地 他的兒子的戶口 這個是傻姐妄想 但是這種騙圖手法 在這一行 那一行 那一行 財務那一行 基本上 又不可以說沒有人知道 沒有人不知 不可以說每個人都知道 你只要在這一行 在財務這一行 你做得高位 基本上 九十幾個百分之的人 都會吃 尤其是DNA那一群 當然 你做財務這一行 你做得很低級的那些 就是民員的那些 就是入下數的那些 當然不會 所以你說 他開得財仔的話 他怎麼會不知道這些呢 他放高利貸 不是 他放 比較高息的 貸款 所以我們簡稱高利貸 不是 是不是 大家都知道 我說得出來給大家知道 就是事實 他說得出來給大家知道 就是有目的 他進去戶口 為什麼少了這麼多錢 為什麼少了 其實他就說 這裡已經說出來是虧了 其實轉走了錢 是 那這次就說到這裡 是 不知誰傻仔 是 希望我們都 看回一個正確的觀念 那這次就說到這裡 下次再見 拜拜